欢迎收看108年9月21号 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萨小新 首先来看到在中央前专计划的支持下 高雄市推动体感科技园区 预计三年半的时间将体感科技 扩大应用到各个传业链 而从现在开始到双十年假 全国唯一举办的体感嘉年华 也将吸睛的AVR游戏带到户外 免费寻回高雄各个区域 欢迎民众来抢先体验 是什么运动这么好玩 骑上飞轮 沿途优美风景 以及阵阵花香飘来 就像化身成环发自行车赛的参赛者 风的感觉 然后花香味 然后其实真的还蛮妙的 基金的体感科技 让你在家也能向到法国参加比赛 而且不止这一款 包括互动性十足的运动体验 高沉静感的动感游戏 都让大小朋友爱不释手 东西飞过来就把它搭掉 然后节奏感要很好 会很好玩 在中央前专计划的支持下 高雄市获得全数经费 推动体感科技园区 首都以货归车转式体感设备 将AVR的应用带到户外 免费寻回到各个地区 让民众亲身体验 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说 怎么让这个体感科技能够落地在高雄 那我们藉由这种补助的机制 然后这个场域试炼 能够把这个产业链把它建立起来 那希望说未来把它变成是一个 这个亚洲这个体感科技的一个重镇 这个计划去年才刚开始 那也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那整个计划完成之后 我们希望不只是 因为现在是在很多游戏的产业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用在 我们整个工业的教育训练 从娱乐到管理健康 体感科技应用越来越广泛 更有业者着数研发结合运动游戏 来行销高雄的项目 希望带动产业发展 活络城市经济 记者庄世民小小新 高雄报道